黃修行委員對這個案子的批評實在是我感覺得非常遺憾 這個案子我們的提案委員十幾個委員 包括民進黨的葉宜金 民進黨的王信蘭 這個我覺得 現在我要提一下 我覺得假如按照黃修行委員的說法 那我們很多法都不要立 因為很多都善居在民法規定 侵法規定都有 都有啊 根本都是很多法不要立 他本身也立了很多跟福利有關的法 那些法都不用立 我覺得對委員們大家要認真 想要讓這個社會更加的和諧 使會讓這個社會更加的正常運轉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來挑剔一個 我們這麼多十幾個委員共同提案的一個法案 好我想請教這個 我們內政部的這個 還有法務部的長官一起好不好 請法務部陳次長 請內政部專委 委員長 好兩位 你們的報告裡面我也看了啦 就是說 窮得買 這是我們常常噴到的啦 我們任何一個法 只要 只要是立法委員提的 行政部門就是說 這不用啦 這不需要啦 這都 我要讓這個次長知道一下 其實 社會福利在怎麼做 就是不足啊 因為照顧老人 我們已經邁入一個老人化了社會了 現在已經超過老人人口超過10%了 已經超過很快要爆15%了 我們未來未來的情況是都是老人啦 這個老人政府扛得起嗎 我請教我請教社會師啊 老人福利一年佔多少錢 我們花多少錢 所以那個編了25億左右 25億啊 老人人口多少 兩百五十萬 兩百五十萬 就算二十五億好了 一個老人分多少錢 大概 一千塊 算一下 一千塊 對不對 一千塊夠啊 平均這樣子 這個 你同意吧 我請教社長 照顧老人啦 只能夠靠政府力量嗎 我想 那個 要一起來 我剛才講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我們以前說 有照顧老農民的時候 民進黨我們拼命在罵 說哦 照顧這一群 我在開會的時候 我就常常噴到那些 老農民啊 他說我們當初來這裡怎麼捍衛台灣的 我當然是政府在養啊 他就是 我一口人就去不要進屋 進屋裡頭騎啊 如果按照這樣子 我們子女都不要負擔這個責任啦 那通通給政府養就好啦 你同意嗎 我想 政府就是最後一道防線 也就是說 這個 基本上來講 子女要有奉養父母的這樣的義務 對啊 本來就是啊 各位照顧照顧 你我都會老啊 很快就老啊 誰照顧 怎麼說可以給政府害得了啊 都 那我們那可以 那我們的稅要收很高 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法不要立啊 根本不需要立 其實在社會主義國家 或者是共產國家可以這樣 為什麼 從出生照顧到大學畢業 照顧到進棺材 如果就是這樣子啊 社會主義國家就這樣 從一出生 從政府養你 養到你的工作 但是稅很高 洞水百分之三十以上 加拿大的這個營業稅 百分之十七 稅很高啊 我們要不要這樣做 就是要不要把這個照顧老人這個責任啊 由政府一千挑起來 可不可能 我想 這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政府制約有限 是啊 那我請問你哦 在你們的專家社會司馬 在你的專業裡面 政府跟子女 就是跟家庭啊 照顧老人哦 大概責任分攤應該幾比幾啊 沒有精算啦 Roughly 那個大概政府照顧的 當然他如果是屬於 比如所謂弱勢族群 中低收入戶啦 或低收入等不等的 那政府才有一些補助啦 對對對 那補助也不多 你比如說這個 中低老人的話 我們最對是六千塊 那 基本上是給他三千塊而已啦 我是 我是不好意思批評 黃書文委員講 因為部分區 沒有接觸第一線的嘛 我們接觸第一線的嘛 我們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他沒辦法感受到 那種 真的 有的老人一天十塊錢的過我耶 一天十塊了耶 那就是兩個 七十幾歲 兩個人 十塊錢的 一天十塊了耶 麵包分好 那個那個饅頭 分兩餐吃耶 他第一線的在這些公的社福專家他根本就不知道說第一線誰是什麼樣的 不知道啊 我 我一直認為啦 照顧父母 第一線是子女啦 政府是第二線啦 你同意吧 同意 對不對 當然是這樣子啊 怎麼會說我們 怎麼會說 社會福利照顧不夠啊 還要立這個法 這個不夠啊 還立這個法 怎麼會有這樣子論調出來 我就覺得好奇怪哦 這個對不對 你說 散道各個法 我所了解的啦 那個 那個 那個陳市長 我 我看了每一個委員的提案 只要不是你們的提案 你都給他那個提 不會啦 所以我們也不要太太看那個 也不是只有你 幾乎每個行政部門都這樣 每個行政部門 我要改什麼 不移 那個不移 到最後我們就移 只要立法委員來改就好了 對不對 你們都不要 到最後 還是要 為什麼 你們沒有提案嘛 你們沒有想到這一塊 我的提案是根據 根據什麼 是 新加坡他有一個叫 雙親 雙親 什麼 子女照顧什麼 雙 雙親 奉養法 就是要照顧父母的 他定的非常細 新加坡 新加坡來到其他法律沒有民法篇嗎 他一樣有民法篇啊 都有啊 你剛剛講那個理由 新加坡一樣都有 為什麼新加坡立個這個法 就是大家看到一個老人社會來臨的嘛 大家看到這個老人社會來臨 然後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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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價值觀已經 越來越 就是 家庭價值觀越來越薄弱嘛 然後這個 到欺養的人越來越多了嘛 這個數字啊 越來越多啊 這個 去年 302人 民國98年 302人 民國99年396人 增加多少 增加快100人 300多的100是多少 你知道嗎 30幾% 302變396增加了 我們就講精確數字好了 增加94個人 增加30% 一年之間增加30%而已 那 我們97年 有比較多 這 因爲什麼 因爲 有老人福利法修過 修過以後 他整個數字把它提高起來 他原來 200多人 一直每年增加 被棄養的老人是每年增加 而且是顯著增加 那自己說 提到的說 有了 民法1118 有通過了 子女可以免除 扶養的義務 我們這裡也列進來了 所以沒有漢格 怎麼會有漢格 都會有漢格 就是 只要你 我這裡就有個案子 阮姓老翁 年輕的時候 欺家不顧 老了流到街頭 放在安養中心 兩個子女拒付 一萬元的安養會 去年八月份 新北市 強制執行 結果呢 他們提出 義務不存在訴訟 因爲什麼 這個老翁 以前不照顧這兩個 提出證明 放棄 所以這個 也可以不罰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把 現有的把它做個整合 這樣的法律 這樣的立法 其實在立法院 司空見慣 好 我們比如說 我們就講了 你什麼那個什麼 兒童福利 或者是 兒童什麼權利保護法 或者兒童福利法 你還是定立章章 你要講 都有啊 其他都有啊 我覺得這樣子的立法 其實司空見慣 至少 你用 你用說 你們的 說明 這個 說我已經這裡有了 那裡有 這裡有了 那裡有 來反對我這個案子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至少 這我認為是有立專法的必要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不是反對 你的意思是 注意反對 我還是 我就說 委員的提案精神 我們是 敢佩戰同 提案精神反對 條文都反對 沒有 就是說 不用 不用 建設專法 就說 放到 程序法 程序部分 你說要進 這些 扶養令 放在家事法裡面 家事事件法 我們把它加進去 也許是一個思考方向 那 那個 扶養的部分 因為現行的明法 也許 因為 我們這裡一條而已 我們說的 扶養一條而已 明法 明法一條都沒有 扶養令的部分 就 併到家事事件法去處理 那 後面的最後一條 一個 那個 十一條 那個 社會福利的部分 看要加在明法裡面的程序 實體 潛力 所以 社會福利法 老的福利法 我現在就是把各個地方 都把它集合起來 你噴到就可以 就這個法可以用 那你現在是說 噴到這個 找那個 噴到這個找那個 哪一個比較 高下立判 我現在 我要強調的 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 都有 善居 但是 你沒有把它 integrate 沒有把它整合 它是沒有效果 所以 你有等於沒有 因為大家 不好 不好用 你知道嗎 這個明法 這麼多 漏漏 他三毛 沒那麼厲害 就是說 曾年曾那個 父母被棄養的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拿 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 就最好找我立法委員 就這樣子 兩個老公子一天十幾塊 台幣 他就來找我們 就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你如果有一個很清楚 叫子女奉養父母法 就有這個法可以用 跟你的法也沒有衝突 我就不知道你為什麼反對 我就不知道 當然今天 今天我看也沒辦法審 我覺得比較遺憾 你們不要這樣子 特別是法務部 非常僵化的機構 反正委員任何的提案 我看到的幾乎都是你們要反對 不會啦 不會反對 除非你們自己提案 你們才有 才委員的來 你們如果自己沒有提案 你們一定反對 幾乎 我已經噴了好幾個案子 都這樣子 反對 反對 然後都是很會講話 跟我們精神支持 調文反對 不是反對調文 不是啦 誤會誤會啦 不是這樣 我聽就是這樣 包括我們這些記者朋友 大家年輕的是不是聽 我們聽的就是這樣子 大家聽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這樣的 沒有關係 我這個案子 在第四屆的時候已經提過 那時候包括沈富雄什麼的 一起來推 包括那個水 包括那個現在在選的 不知道林卓水有沒有在 我忘了 這幾個民進黨 大咖的 這次王信賴說 這個好啊 要來推 依依金說這個好啊 跨黨派的 大家都說好 不知道今天為什麼有一個說 這麼不好 講到好像這個法 一如四處 這個東西聽起來還蠻難過的 我是覺得 立委之間鼻子尊重嘛 可以不同意 但是不需要講到的時候好像 如果這樣子 但是我們要挑這個 立委的提案的毛病 他都可以挑了 很多是這樣整合 再整合整合 我們新的一個概念出來 那這個法 不是這樣子說 怎麼憑空跑出來 我就說了 參照 我怎麼講 參照新加坡的鄉親 雙親 奉養法 定的幾乎都一樣 人家已經做這麼久了 我只是覺得 我們都會啦 我們馬上步入老人社會 照顧老人不應該責任 通常丟給政府 應該大部分要丟給子女 這個才是正道 所以這個法 這個會期 不過沒關係 第八屆我繼續來 我覺得 這個一定要把它推過 我要開始進行認真 對法務部的長官開始洗腦 讓法務部長官知道 你已經很老了 謝謝 你的提案我精神支持 實質